女孩已经17岁了 却还是让70岁的爷爷帮忙洗澡 洗完澡后女孩裹着毯子熟睡 爷爷就拿出卷尺 仔细测量他的身高腿长 接着翻开日历 先红的字体备注在某一栏 那是他准备和女孩结婚的日子 原来在十年前 女孩被老人捡到船上抚养 一大一小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十年过去了 女孩从没上过岸 也从没跟外界有任何联系 每天就跟着老人来往街送游客钓鱼 而随着女孩长大 出路的越发漂亮明媚 来钓鱼的客人对他起了胆心 居然借着拍照对他动手动脚 胆大的甚至将一条鱼塞进他的胸口 女孩还没来得及生气 一只利剑划破空气 擦着客人的脸上来 老人举着弓箭警告对方 随后便拦着女孩扬长而去 两个男人未得逞心有不甘 竟然又密谋着拱迹 他们将老人绑了起来 随后来到船舱想对女孩步轨 三人在不大的船上绕行 女孩奋力跑到船舱顶部 男人们紧随其后 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抬头一看女孩已经来到了甲板上 他笑着举起弓箭 瞭准了男人的腿 随后对准另一个男人又是一剑 两人瘫坐在地瑟瑟发抖 总算是知道怕了 不久后 另一批游客登船 其中有个和女孩年纪相仿的男学生 女孩直勾勾盯着他 对他很感兴趣 看到男学生独自在船头听歌时 他静止走上去摘下耳机 带到自己的头上 男学生并未生气 反而笑着和他聊起了天 毕竟谁能拒绝这样青春美貌的女孩呢 只是面对一连串的问题 女孩并未回答 就很快被一旁偷窥的老人带走 到了晚上 女孩照常被老人照顾着洗澡 没想到被出来散步的男学生撞见 女孩发现后没有羞涩 反而对他灵巧一笑 让男学生震惊不已 他忍不住询问父亲女孩的经历 得知女孩和老人并无血缘关系 他更是为这个可怜的女孩鸣不平 或许是为了安慰女孩 男学生临走时将自己的随身听送给了他 女孩也很喜欢这个新奇的玩意 整日戴着耳机听音乐 这一切都被老人看在眼里 他愈发觉得女孩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愤怒地抢走随身听人在一旁 女孩因此怨念地望着他 心中第一次生出对老人的不满 晚上洗澡时 他再也不愿意自然地面对他 早上老人坐船出海后 他便换上老人为新婚准备的婚服 站在船头跳往远方 随身听没有插上 可他依旧听得一脸陶醉 而没过多久 那个男学生又来了 女孩很高兴 热情地拉住他的手迎他上船 还和他一起嬉戏打闹 宛如一对重重的恋人 这一幕又深深刺痛了老人 他愤怒地向男学生坐的沙发社群一见 女孩彻底惹目 他把下剑 折成两半扔在老人旁边 怨恨的颜色完全不加掩饰 老人的心越来越慌 他狠狠在日历上打个腰剂 回到床上握住女孩的手 而女孩却趁他熟睡 偷偷钻进了男学生的被窝 笑着抚摸他的脸 正在两人迎起密室 房间门突然被推开 看到一切的老人十分生气 他直接将男学生打到了小船上 赶走了男学生后 女孩的情绪差到了极点 而老头也开始发疯 用弓箭乱射船上的游客 觉得都是他们带坏的女孩 女孩看到此景 被吓得也想开船离开 却被老头发现强行带了回去 这下老头再也无法内心等待 他将上下铺铭开 改成了一张双人床 接着又将日历四伙 决定马上就和女孩完婚 不料当夜刮起狂风暴雨 船身摇晃得十分剧烈 老头抱着惊慌的女孩安慰 直到第二天风平浪静 那个男学生回来 他没有食言 带回了一份寻愿启事 上面印着正是女孩的照片 老头生气地将纸张揉成一团 但女孩却看着纸张愣神 原来一直生活在船上的他 在陆地也有属于自己的家 一边的老头气急败坏地摸着箭头 想要杀掉男学生姐夫 却不像女孩一直挡在学生身前 让他无从下手 看着女孩眼中的泪光 老头没能下手 晚上他们躺在一张大床上 老头想像从前一样握住他的手 女孩却拼死反抗 还删了他一巴掌 但即便如此 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二人仍有感情 第二天女孩看到老头受伤 还是不忍地上前帮他擦拭 却被老头一把推开 一旁的男学生再也看不下去 决定带女孩远走高飞 而老头也没有阻拦 任凭二人上了船 然后一声不吭地船尾的麻绳 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随着小船缓缓湿 老头脖子上的圈也越收越紧 勒得他快要窒息 而另一边的女孩发现了一切 赶紧用斧头砍断了绳子 然后不顾一切地掉转船头 老头见状赶紧藏起小刀 假装被勒伤 他知道自己赌赢了 女孩最终还是选择了 与他相依为名的老头 和他举行了婚礼 两人无言地装扮 穿上新婚的礼服 完成了不容不累的仪式 小船再次驶向远方 这次坐在上面的却是女孩和老头 一生心愿终于得以完成 老头欣慰地弹起起 女孩也在琴声中进入了梦乡 而且女孩熟睡后 老头便朝天空射了一箭 紧接着跳入大海 再也没有出现 女孩对此浑然不觉 小船摇摇晃晃又驶回了大船身旁 当男学生见到女孩时 只见到他躺在船中心 天空的剑射在了女孩躺着的地方 象征着他完成了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最后 男学生带着女孩坐船离开 大船也缓缓下沉消失在了水面